背着后背式的书包上学背起来很轻松 但是要拿放东西时得像这样把背包整个卸下来 就读浮动国小六年级的丁鞋盒觉得这样有点麻烦 原本包包就是要卸下 然后你要一边拿或者是就放在地板 可是万一地板很脏的话又不知道放哪里 有一次丁同学从跳舞中找到灵感 发现可以用伸缩带连接书包的背带 透过拉长伸缩带就可以将书包翻转到胸前 他就花了80元买材料设计出这样的翻转书包 跳舞的时候就是有转身的动作 所以我就想到了 翻转书包它有伸缩带的设计 可以将背带拉长 不用卸下可以直接翻转到正面拿放物品 那也透过这个艺文记的表演让他有一个突发奇想 然后发明了这样子的一个书包 才花了80元材料费 丁同学就发明了这种翻转书包 虽然增加伸缩带 但是重量只有250公克不会太重 而且还能设计成吊饰也很美观 获得世界青少年发明奖 目前也已经在申请专利当中 所以说它有这个伸缩带了以后 就可以很方便的拿取 而且这还可以应用在高空作业 军事任务救难以上的功能 目前他们有来探寻 那对这个发明的商品化非常有兴趣 滴鞋盒本身就很喜欢跳舞 一支MV舞曲只要花几天就可以练会 这次更从跳舞中找到发明灵感 解决生活小问题 记者邱建勋 赖昌邦 高雄报道